主要是這個地方把它改成藍色的字啦 OK不是底色改 而是改字 那改字的話當然我們直覺會是想說那是不是改那個 ListView的那個Property啦 可是就是沒有我剛剛講過 因為他目前是沒有這個Property 這個Property 未來也許他會應該會在這個 裡面的這個Property 有沒有 這個Property主要就是說你可以變更像 TestView裡面有個TestSize 有沒有TestColor 那理論上是不是應該有個什麼 List ListColor List ListColor ListSize 可是問題是沒有 那主要的原因應該可想而知是因為他是需要一個Adapter 他不是解決一個View的問題 而是解決很多個View的問題 但是理論上他裡面應該是可以幫我們處理掉的啦 只是說他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變成說你要自己去做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那個開發工具 IDE 很多其實應該要做到 很多都處理 像我一直強調Visual Steering Visual Steering好用是說他已經像這種問題他一定會幫你處理掉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設計師 可以少做很多事情 甚至有很多時候 甚至連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以前 用那個 Visual Steering在開發網頁 動態 ASP 幾乎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資料庫的東西全部都 放在網頁上 他的開發環境其實 過了階段你還要繼續用他 這個感覺其實就 有點很奇妙的關係啦 對 因為如果說你已經在告他 那你 你 就是上訴訟階段好了 比如說像那個 家裡有那個家暴好了 家暴應該會申請 什麼保護令吧 然後或者是說隔離他 可是他沒有 他還是繼續用他 所以這個這個問題 但是還蠻妙的一件事情 OK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地方他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我必須要把它自己產生 那如果自己產生 關鍵就是在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這個 Megativity 裡面 就這一行程式 Create from resource 那裡面的話有context 有你的那個 這個array 還有你的view 有沒有 就是 mvc 那我們要從 這個什麼呢 應該是從v裡面下手 v的部分有沒有 他用default的就是說 這個default的部分就是 這個enjoy開頭的 那理論上我只要把enjoy delete掉 不過你delete掉之前 你必須要有個 對應的 layout給他 因為他是用那個enjoy下面這個 那這個enjoy下面這個 他的位置在哪裡 我上次上課有講到 他是放在 這個 我們的sdk 就是我給各位的懶人包裡面有個sdk目錄 裡面的話你找到那個patternforms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版本 版本裡面你會看到有這麼多版本 那比如說我們用23好了 23裡面的話 再進去就有個data data裡面的話有個res res裡面的話會有個layout 你打一個s開頭 或者si好了 他會有一個simple的什麼 那我們這個清單是叫simple thisitem 所以呢你打一個simple thisitem1這邊有沒有 就這個 OK 所以呢 這個以後人家問你說 那這個為什麼前面加個enjoy 實際上他就是參考到他的預設的sdk目錄裡面的這個的要 OK 那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不想要參考他的 你希望把它 的變成 我們自己更目錄下面的話 那要怎麼做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上次上課有講到 第一 按右鍵 我可能用 如果有add a pay plus 你用 那或者用那個waterpay也可以 waterpay 打開之後的話 上面這個註解不要複製 複製下面這一串 testview這個 那這個實際上 就是他的一個 一個testview 這個testview主要就是 利用他 去幫你的listview 做一個版型 然後他一個一個幫你把它排出來 那你可以怎樣 把它Ctrl C C C之後的話在你的layout上面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那個xml一個檔案 一個layout的一個xmlfile OK 然後呢名稱我不改好了 用預設layout finish 這個時候切到test 那把那個linear layout這一串 有沒有 留下上面好了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testview的一個layout 那這兩個padding好像他有一個 有些東西他沒有抓到 那沒關係把這兩行砍掉 因為padding就邊界啦 如果你要自己設邊界 你可以 砍掉之後 自己再去設那個 他的 應該叫邊框啦 不是邊界 邊框 就是他的那個view 跟那個邊邊的距離多少 padding的部分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設定 如果沒設定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比較接近而已 就看起來好像 你會發現這個做出來 稍微比較接近 它黏在這裡 所以你這個padding 也許你將來可以多一點啦 比如這邊的padding 這邊的padding是laps的padding 有個star有沒有 star end star在這裡 end在這裡 那如果你有padding的話 看幾DP 他就會自己再移過去一點點 OK 就比較牽涉到排版啦 但如果你不改 影響也不大啦 只是說比較靠右邊一點 如果你要 讓他靠左邊 一點點的話 那你在padding的值 可以再增加一些些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顏色的變革 很簡單嘛 切會design 或者你自己去更改他的什麼 兩個屬性嘛 一個屬性是color 那因為test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testcolor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找到testcolor 那假如要藍色的話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啦 你可以點點這邊也可以啦 去選顏色 然後我的習慣是直接在那裡打啦 頸0000ff RGB嘛 RGB RGB B的話是藍色 OK 那前面 那如果你四位啦 比如說你再多兩個零 就alpha值 alpha的話就是他透明度啦 OK 那其實你或者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不好記對不對 你可以點旁邊這邊嘛 旁邊這邊也有顏色 你也可以看去調整啦 你會發現 他 這樣 他可以表示就是 頸00 00 或者是你如果alpha值 要全部的話就ff 表示沒有透明 那如果你要半透明的話啦 你乾脆把這個數字稍微改小一點 比如改成什麼 AA的話就半透明 就有一點點透明 那再來 往裡面那你不能改成00 00是完全透明 完全透明的話是完全看不到的 OK 這個是alpha值透明度 那我們用預設好了 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testsize的話呢 給他大概30好了 效果大一點 SP 就改這兩個 那至於你要改其他樣式啦 你可以再延伸去改 反正 改完一個之後的話 他就有點像是 這個 自動 用一個textview主要的作用是什麼 就以他當成是 一個 算是有點像什麼印刷廠嗎 你印刷就是一個 一個板 這個板 印下去印下去印下去 反正就是有點連續的 那因為剛好要印四個東西 所以要印上去 這個感覺好像有點像圖章 這個是科好圖章有沒有 科好圖章之後再去蓋 蓋幾家 蓋四下 那為什麼蓋四下 因為你的swing array 剛好四個 所以如果你的swing array 是1000個的話 他就蓋1000個 一直往下蓋 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你就變更 就是變更這個樣板就好了 因為樣板長什麼 他底下的就長什麼 OK 這個感覺好像有點像印刷的感覺 有點像是 蓋章的感覺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其實我覺得就是 最難懂的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真的剛開始 書裡面也不會跟你講說 我覺得書裡面應該用那個 用描述 具體一點的描述 或者是跟 生活裡面有沒有什麼相關聯的 去 去連結 就像上次我舉那個 Gallery那個什麼 我是想到彈夾 但是因為我也想不到更好的 所以這有時候 光要把抽象的東西 跟 實體發生的事情做連結 那真的是 這個比 教程式還困難 所以很多老師不想要去講這個 反正你就把它 call出來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call出來然後呢 你就忘記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也不是長臉之記 最好是你可以 去把那個原理 那個邏輯 想出來 你會比較好記 因為你理解了之後 很多事情理解之後 就不用記了 因為這像為什麼這些 我可以很 從心所欲的做出來 因為我已經理解了 那理解了我根本不用背 我就隨 即便它後面 這個觀念是從Eclipse找就有了 從2.x 1.x 它版本都一模一樣 我是一路這樣 只是說它可能操作的切面稍有不同 原理原則一模一樣 OK 所以 那這個地方的話 做完之後 我們把樣板做出來 那接下來做什麼 就是再去 這個我們有個view對不對 然後就把這個view給誰呢 給 這個 Main activity 其他都不用改 最關鍵的就改 一個地方 就是 建Adaptor的這個地方 當它 create from resource 有沒有 那你就給 給c c不用變 給 m 這個是m 這個資料 給v的時候 改一下 v的部分的話 記得就是把那個 開頭的這個android拿掉 它就變紅字了 那你再把這個什麼 點後面這個拿掉 因為我沒有這個嘛 點 這個時候它很聰明 因為你已經有建了一個layout 所以你把這個layout給它 好 這個時候呢 它紅色的字就 就不出現了 而且我覺得 那個 這個所謂的grandle 這grandle非常敏感 你只要一點點錯 它就整個給你全部錯了 我覺得他不知道他有沒有grandle可以調整那個敏感度的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敏感 因為那會嚇死入門者 很多 根本 所以很多入門 很多同學 還沒有適應環境就開始看到很多紅色 每次看到紅色的就整個就已經 就整個情緒就好像就 就不一樣 反正 本來沒事的就變得亂改 改到有事了 就很多時候都這樣 紅色的糟糕 然後他會跳出一些建議 跳出這個然後就開始亂點點點點點 點完之後 改了什麼自己也不知道 再來就是改不回來了 所以特別至於 他 他雖然是 很 敏感的 但是你 也不要因為他敏感 你比他更敏感 他敏感 你要比他更穩定 你把該改的地方改對了 所有的恢復一切 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昨天好像看到一張 一篇那個 那個張忠謀講 張忠謀其實還蠻厲害的 年紀很大 還可以把台積電弄這麼好 曾經下來之後 不行又回去了 而且一直在賺錢 他講說 當個領導者 真的 很多事情是你不能讓別人知道 就是你不穩定 但是你不能把你的情緒表現出來 即便你已經 很多事情了 但是你還是要堅信 未來是美好的 就會是美好的 對不對 即便說可能 遇到很多風浪 但是 他還是很穩 你不穩 底下人 馬上先 一轟而上 先 先跑了再說 OK 這地方的話 把它儲存 儲存之後 執行過之後 結果就是各位看到的這樣子 當然點擊 下面都沒有變 主要是這個 顏色 變更 這個是 藍色字 然後 30 30SP 那至於那個 padding 你們可以自己改一下 它的那個間距 它可以移過來 移下來一點點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變換顏色的部分 那主要是理解 你如果理解之後 很多東西 就可以不需要10倍 那也很直覺的 就知道說 哪些東西 應該在哪邊找 放在對的位置上面給它 那它就會 給你對的結果 那一律 它基本上就是 遵循MVC 所以我們只要改它的V 那後面的 它就幫我改完成了 那這個概念 因為Adapter概念在那個Android開發裡面 還蠻容易出現的 主要你還是要 解決那個Adapter的問題